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的首都阿布扎比 有一个内部建筑面积达2470万2820平方米的八星级酒店 当时设计师为凸显民族特色 特意设计成圆形屋顶 据统计有114个 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的城堡 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此酒店还拥有1300多米的黄金海岸线 但这气势就让人觉得震撼 可当走进酒店内部更是让你眼前一亮 尤其打听的圆顶都是采用最新照明技术 仿佛特殊材料和纯金制造 据说这个圆顶还是世界最大的 顶部还悬挂1002盏施华洛士奇水晶枝形吊灯 一到晚上金光闪闪 加上价值不菲的油画 使得这一座酒店更加富丽堂皇 最令人奇怪的是 如此规模的酒店只有不到400间客房 这个你想不到吧 然而你别小瞧这可数的几间客房价格却不菲 据说从600美元到1300美元不等 还外加20%的服务费 想想都不能接受 反正小编我是住不起 也只能想想了 当然人家的昂贵也不仅仅靠具有很浓的民族建筑风格和豪华内外装饰 据说酒店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如同他们的口号一样 满足你一切的愿望 实现你当国王的梦想 每个套间有7名专门服务员 在门外24小时随时待命 随时听后客人吩咐 客人入住前 服务员就已经很贴心地 把套间的电脑等设备的语言选择成您最熟悉的模式 房间内设施更是全部智能化 总之所有服务应有尽有 视频前的你可别想歪了哦 更夸张的是 酒店专供旅客往返机场的座架 除宝马760外 还有劳斯莱斯 真可谓是高端大气上档子 小伙伴们 耗资200亿打造的小皇宫 你想不想入住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